普京刚连任总统没几天 俄首都莫斯科就遭遇了血腥的恐怖袭击 和很多人猜测的乌克兰发动袭击不同 集团组织伊斯兰国的分支 伊斯兰国 呼罗山 简称ISISK 很快就宣布负责 所有人都想弄清楚 为什么是袭击黑手 是伊斯兰国 他们和俄罗斯到底有什么仇 有什么怨 新华社3月23日报道 截至莫斯科当地时间周六凌晨 对克罗库斯音乐厅的恐怖袭击 已经造成99人死亡 还有一百多人受伤送医 考虑到部分伤员伤势严重 死亡数字肯定还会增加 在袭击发生之后 被惨状震惊的全世界各国纷纷发声 美国 欧盟 联合国在内的各国 和国际组织纷纷谴责恐袭 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 而对号入座自封为凶手的伊斯兰国 以这样一场残暴无情的血腥袭击 再次回到了全世界的聚焦灯下 报道称 莫斯科时间周五晚上八十几 多名全副武装的枪手闯入了莫斯科 近郊的克罗库斯音乐厅 先是枪杀了保安 然后对等待音乐会开幕的数千名观众 发动了冷静的屠杀 期间武装分子还使用了手榴弹和燃烧弹 很快就让大厅陷入了大火之中 据幸存者描述 武装分子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们先是对前排的观众逐一射杀 然后向后排的观众扔手雷 同时还到处的纵火 显然目标就是要尽可能的杀死更多人 在此期间大量平民被杀 生存者则四散奔逃 现场如同血腥地狱 按照俄媒的说法 等到俄特种部队和警察抵达现场时 袭击者已经撤离了现场 目前俄强力部门正在展开调查 并全力的搜捕逃跑的袭击者 这一说法也和伊斯兰国随后的声明相符 其下属的SSK组织表示 策划并执行了这次 针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袭击 并宣称打死打伤了几百人 还声称所有的袭击者都已经安全返回基地 据介绍 伊斯兰国呼罗山是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一大分支 成立于2015年 总部位于阿富汗 所谓呼罗山指的是中亚和西亚之间的 伊朗高原东部地区的统称 包括伊朗东北部 阿富汗大部和中亚 南亚的部分地区 该组织和创始成员主要是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塔利班的激进分子 他们不满于塔利班过于的温和 因此和伊斯兰国一拍即合 被后者受编为分支武装组织 虽然在国际社会的打击下 曾经肆虐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 已经覆灭了 但是其残余力量一直在试图东山再起 尤其是ISISK分支 由于该组织的主要活动地点 在中亚地区 因此虽然遭到了一定削弱 但是依旧保持了较完整的力量 近年来 该组织大有后来居上之事 频繁的在周边国家发动袭击 风头俨然已经超过了名义上的 上级伊斯兰国 据报道 SISK的袭击目标 包括美国 俄罗斯 阿富汗 伊朗 巴基斯坦 在内的诸多国家 可以说 是四处树敌 最初其活动范围 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及周边地区 2016年7月 在喀布尔发动了炸弹袭击 造成97人死亡 2018年7月份 在巴基斯坦发动自杀袭击 造成了131人死亡 2021年8月 发动了喀布尔自杀爆炸袭击 导致至少13名美军和169名阿富汗人死亡 2024年1月 在伊朗纪念斯莱曼尼的集会上发动袭击 造成了94人死亡 这也是SSK第一次在阿富汗 巴基斯坦之外的地区发动袭击 紧接着就是莫斯科 美国媒体表示 最近两年 SSK一直将俄罗斯视为主要的席击表 其发布的宣传视频多次批评普京 指责克里姆林公在阿富汗 车臣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沾满了鲜血 并发誓要让异教徒尝到复仇的滋味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莫斯科恐袭发生之前两周 美国驻俄大使馆发布警告 称得到情报有极端分子计划在莫斯科的大型集会发动袭击 要求美国人避免前往类似的场合 而当地时间周二 普京在一次讲话中称美方的警告言论是挑衅性的 类似于公然勒索意图恐吓和破坏我们社会的稳定 袭击发生之后 美国方面表示出于警告义务 美方曾向俄罗斯提供了潜在袭击的情报 但不清楚俄方是否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这似乎让莫斯科有些尴尬 在袭击发生之后 俄媒第一时间报道称 普京听取了报告 并下达了必要的指示 在短暂的沉默后 克里米林公表示 普京将发表电视讲话 外界猜测普京将宣布 对袭击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 以及凶手SSK追究责任的措施 可以预计在莫斯科沾满鲜血的SSK 势必将面临俄罗斯全面的反击 不排除莫斯科会出兵 打击SSK的基地和营地 而这也意味着 本来就动荡不安的中东和中亚地区 可能将面临新一轮的冲突 令人疑惑的是 IS作为伊斯兰极端组织 此前在伊朗发动了炸弹袭击 又在俄罗斯制造了枪击案 然而IS近些年 没有袭击驻中东美军的情况 要知道 现在驻中东美军可谓是处处挨打 各路武装频繁的发起袭击 IS却没有参与其中 此外 以色列在扎越袭击巴勒斯坦平民 激怒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然而外界发现 IS从未对以色列采取过行动 其次莫斯科枪击事件 发生后美国迅速发声 直接否认乌克兰与此事有关 对此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直接质问美国 华盛顿方面有什么证据 能如此之快得出基辅当局 与事件无关的结论 俄罗斯前总统现任安全会议副主席 维德维杰夫则不信美国的说法 表示如果事件与基辅当局有关 就要把他们消灭 对此 乌克兰外交部迅速发声 否认乌方参与事件 并抨击俄罗斯再进行污蔑 其三 此次事件进一步赦免 作为俄罗斯核心地区的莫斯科 安全形势很不乐观 目前枪击事件遇难人数超过60人 上百人受伤 而且这个数字还可能增加 可见情况非常的严重 要知道近两年 俄罗斯境内类似的事件 已经发生了多起 但情况没有这次严重 对俄罗斯而言 因为俄乌冲突还没有结束 他们处于局部战争状态 再加上国土面积辽阔 因此防卫部署存在漏洞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赢得连任 就面临如此严重的恐怖袭击 他势必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其次 此次枪击事件的时间点很微妙 就在俄罗斯大选结束后 美国虽然发出了警告 但选择在三月初 使得外界普遍认为 袭击可能在俄罗斯大选期间发生 随后俄罗斯确实挫败了一起潜在的袭击事件 策划者的目标就是莫斯科州 这种情况让外界更加确信此前的判决 可能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误判 其五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更不相信美国乌克兰与此次枪击事件无关 美国发出的警告被证实 不过在俄罗斯眼中 这就是预告 美方就是策划者 事实上 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 在去年二月就表示 美军正在招募武装分子 准备在俄罗斯境内实施恐怖袭击 可以预见 普京接下来会做出更强烈的回应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做俄乌战争专栏也好 做哈以专栏也罢 只是想做个播种者 向大家传播正确的思想 真实的消息 向志同道合的朋友 传播正义和平及正确的价值观 希望大家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我是大雄 一个坚持说真话的普通人 我们下期见